好 我們再來看到是 剛提到黎巴嫩 黎巴嫩這個問題呢 在這個當地時間9月17號 先是發生了呼叫器 後來還有這個對講機爆炸案 路透社獨家表示消息人士說呢 這個9月17號幾千支的呼叫器 爆炸前幾個小時 真主黨才向這些成員 發放新採購的呼叫器 好 派發之前已經安全掃瞄了 但是都沒有揪出暗藏的炸藥 那這一款是從2022年 就開始進口到黎巴嫩 到現在兩年的安檢過去 都沒有查出任何的異狀 ABC表示匿名的美國情報人表示 以色列參與製造 對黎巴嫩爆炸的呼叫器 這個封鎖供應鏈 這一系列行動 預計 預謀 已經是至少15年的時間 長達15年 那麼今年2月份 真主黨首領指示戰士們 丟掉手機 說手機已經被滲透了 但是沒想到這回 在呼叫器上頭 那在黎巴嫩外長安理會上 也拿出了這些遭席者的斷支照片 來質問說難道這不是恐怖主義嗎 大陸常駐聯合國代表副總理說了 這個實在太殘忍令人罰指 呼籲以色列放下用武的執念 立刻停止在加薩的軍事行動 立即停止侵犯黎巴嫩主權安全 還有立即停止將地區 拖入新浩劫的冒險行徑 我特別 這當然是一場 非常令人法指的恐怖行動 為什麼以色列在這個時候 要做這種事情 我實在是想不透 通常來講的話 通常都是弱勢的 對強勢的 他在無奈狀況之下 才會採取恐怖行動 就譬如說是這個美國 你去欺負人家 中東地區的這些穆斯林國家 然後他在打不過你的狀況之下 他只有說是身上綁了炸彈 對不對 他這個婦女人肉炸彈 去攻擊你 做這種恐怖攻擊的動作 那為什麼以色列 你本來就是一個強勢國家 你對一個比較弱勢的黎巴嫩 你反而採取這種恐怖的攻擊 那讓這些人 我覺得只有增加仇恨之外 其實對你來講沒有任何好處 我本來認為說是這場攻擊爆炸之後 緊接著這個以色列會採取 這個地面攻勢的動作 但是目前到現在看起來也沒有 那就不曉得你做這事情的目的何在 難道你純粹只是說是要 這個讓 折服這個黎巴嫩的黎巴嫩政主黨嗎 我覺得你這種動作做下去 不但折服不了黎巴嫩政主黨 反而會增加黎巴嫩政主黨 對你的仇恨 那緊接著下來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們台灣也脫不了關係 我們台灣特別要提高警覺 為什麼因為現在這個呼叫器到現在為止 案發都已經好幾天了 然後以我們台灣國家的情治單位 或者是以美國的 或者是這個以色列來講的話 都沒有辦法交代說這個東西 這個呼叫器到底在哪裡製造的 那目前唯一一個有的線索 就是我們台灣的金阿波羅公司 那你金阿波羅公司你又交代不清楚 這東西到底你只是說我只是授權 就你授權的不管是在這個匈牙利或者是保加利亞 這兩個地方都證明只是一個空殼公司 那你為什麼人家在這個空殼公司 證明他沒有沒有能力生產 那我合理推論 我是不認為說是金阿波羅可以做這個東西出來 因為他來講的話 如果說裡面要放炸彈 放這個火藥來講的話 我相信我們台灣第一個就是 他應該也不敢去做這種動作 那第二個來講 我覺得他也沒有這種技術 說做到人家政策不出來 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畢竟還是一個善良的國家 可能這方面技術是沒有 那會不會很可能 唯一一個有可能做的國家 就是以色列自己做的 目前來講不管是摩薩德 或者是8200部隊 那就是在以色列他們自己製造的 那你為什麼他會 你在那邊製造 我們可以了解 可以感受得到 但是問題是你為什麼會用金阿波羅 這家公司來 金阿波羅為什麼要給他來掛名 我覺得問題出在這個地方 你為什麼要讓人家掛名 然後去欺騙人家 黎巴頓政策長說這是台灣做的 那你以色列怎麼樣取得這個管道 我覺得這就是疑問所在 但我們台灣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沒有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我覺得這會陷我們台灣危險之中 因為我們台灣的輿論 畢竟來講的話 就全世界來 不是一個輿論 這個很強大一個國家 如果說是像美國的 不管是任何國家 他才講大家還有發言權 我們台灣在中東地區 沒有什麼發言權 你現在去跟誰講 這個黎巴頓政策長裡面一片混亂 你去跟他講 不是我們台灣 不是我們台灣 可是他看到的 很多人看到的 他就是面對於台灣 對不對 那會不會引起他們仇恨 比如說他的家人或他的小孩 因為這次的爆炸案而受到傷害 他會不會記仇在台灣人的 我們台灣這個國家身上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應該發揮輿論的力量 比如說是應該由總統出面來澄清 說這個事情不是我們 而且我們不然不是我們 我們還譴責以色列 做這種恐怖攻擊行動 那為什麼現在我們看不到總統 或者是國安單位 出來證明這件事情 我們也看不到國安單位 你查了半天 這麼嚴重的事情 金阿波羅你約談了 他們負責人到現在為止 你也沒有跟社會 或者跟國際講清楚 我們約談的結果到底是怎麼樣 為什麼這家公司它會戒牌 好我們姑且相信 我們也相信不是你製造的 那你為什麼要借牌給他們 這中間來龍去賣穿針引線的 是哪些人 我覺得國安單位 這時候要趕快出來說清楚 你不然台灣陷入這場危機之中 那後續來講 黎巴頓政務長會不會對我們採取 這個不理智的行為 這是我們所擔心的 第二個 我特別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台灣這麼信任你美國 把你當爸爸 就你美國跟以色列去向出賣我們 把我們推借我們的人頭一用 把我們推到前面去 借我們的人牌一用 如果說是 現在你是不是說 埃迪巴頓政務長 那是台灣做的東西 那你美國跟以色列 難道你敢說你不知情嗎 我覺得不可能不知情 這種事情依照美國 現在他們不管是美國 這個CIA或者是摩薩德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說 我們台灣把人家當親兄弟一樣 對不對 任美國做乾爸爸 然後結果美國就要出賣我們 把我們搓入下水 然後後續來講的話 我覺得情況會非常的嚴重 如果說是國安單位 或者是政府單位 不趕快以這個政府 總統的高度出來澄清來講的話 我覺得會陷我們台灣 與很多不仁不義 那另外來講更嚴重的是 後續的商業行為 誰還敢買你台灣的電子產品 我覺得中中地區絕對不敢再買 是 所以海明哥我們看一下 台灣這次意外被捲入 對啊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最糟糕的地方 我們到現在都不敢譴責以色列 然後呢 我們對整個查案慢慢拍 事情發生了 第一時間照理來說 你國安單位叫阿局 就應該先衝去細紙 趕快去查 查清楚到底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趕快對國際澄清 結果第一時間我們是一團混亂 甚至我們經濟部 還大類類的去跟媒體講說 是台灣出口的 可是炸彈不是我們裝的 你講出口就死掉了好不好 你有沒有腦子啊 我都不知道經濟部在搞什麼鬼 搞不好事實上是真的啊 那就更慘 因為你要知道 如果真的是從台灣出口 那你可能洗不清啊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政府第一時間只做了一件什麼事 你知道 只動員綠營媒體告訴我們說 你看你看我們找到好幾個帳號 都是大陸來的 都在那邊講說台灣跟這件事情有關啊 認知作戰啊 很可怕 小心啊 所以CNN也在認知作戰 BBC也在認知作戰 全世界各大媒體全部在認知作戰 連伊朗的媒體都說是台灣來了 那是怎樣 全世界現在幫老公認知作戰就對 是這樣嗎 你們有沒有腦子啊你們 現在因為那上面印的就是MIT 不管你是貼牌還幹嘛 你是金阿波羅公司的產品啊 人家外界認知就是這樣子啊 誰知道你為什麼要給人家貼牌 而且那個老闆自己不覺得很奇怪嗎 欸他貼你的牌喔 每一個牌子要付你15塊美金欸 一個BIPER而已 付15塊美金這麼高的權利金欸 你的老闆都不覺得很奇怪 還是有錢賺就好管他要什麼錢 是這樣嗎 這是非常違反常識的啊 你要想想看 他當初為什麼會跟台灣買 就是會便宜嘛 然後結果他現在告訴你說 沒有我們要在歐洲自己生產 歐洲生產是怎麼樣 可能比台灣便宜啊 不可能嘛 然後借你的牌你就賣給他 無所謂 然後現在出事了啊 出事了請問一下到底算誰了 我跟你講接下來我很怕 因為我們在中東也是有一些僑民在那個地方啊 我希望大家在那邊千萬不要講自己台灣人 因為你要遇到一些不理性的人 你搞不好你會發生事情啊 然後接下來我們經過鴻海那些掛我們國籍的商船 會不會被遭受恐怖攻擊啊 我不曉得 那台灣咧 你要知道鄭組長那一群人都瘋瘋了 他現在如果你跟他一樣 現在家人啊 小孩啊被炸成這個樣子 心智不健全 對啊 然後他們來台灣之後還判不了他們死刑喔 因為現在我們的大法官已經告訴你不可以判死刑啊 那請問一下我們未來怎麼應付這些恐怖攻擊 我跟大家講我 我跟你保證 因為我自己跑社會新聞出身 台灣完全沒有任何應付恐怖跟攻擊的能力 我相信蔡偉應該也很清楚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這一方面的準備 對 委員 不只台灣內部啊 台灣的這麼多飛機 這麼多的商船在海外 怎麼保護啊 還有這麼多的駐外單位 企業的駐外單位 公家的駐外單位 林佳龍我很欽佩他 他第一個時間就下令 所有的外交部的駐外的單位 全部加強安全戒備提高警戒 這是對的啊 正確的 對的啊 可是林佳龍你在做什麼 你在做認知作戰 我現在終於抓到了 林佳龍就是認知作戰的人 跟台灣沒有關係 你緊張什麼東西呢 不是這樣子的理由 所以我是國安單位 這些算了算了 大概也跟大法官差不多 這些廢物一堆 他要做什麼 最簡單啊 要去跟民主黨安撫啊 我抱歉 我們跟這個沒有關係 不要誤會 我們願意撫恤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啊 那你如果不去安撫 這些真主黨這些人 現在受傷的不是真主黨人 如果是真主黨的軍人坦白講 兩左一探是戰爭嘛 這是很多平民耶 這是標準的恐怖攻擊耶 因為恐怖攻擊的定義很簡單啊 使用民用器材 無差別攻擊 導致平民傷亡 這個就是很標準的 什麼時候定下來的 911定下來的 你現在不是嗎 就是啊 民用這個出教器是不是民用器材 是啊 你是不是無差別攻擊 是啊 如果你全部都賣給 真主黨的軍人 大家都沒話講 你不是啊 你賣了一半以上給民間去了啊 那一堆平民小孩 婦女全部受傷 也死了兩個兒童 我覺得還有一點很重要 真主黨是誰敢用 就是因為上面寫的Made in Taiwan 對 如果說上面不是寫Made in USA 他不會買 不是喔 國安當然叫我們今天不可以講 台灣有關係嗎 你為什麼還講 你認知作戰喔 不是 對不對 他會買那個東西 你怎麼跟林家龍一樣 你可以當衛教部長 你可以當衛教部長 OK 對 台灣也許 我們防護能力很弱 但台灣也許查一查還有機會 可是你要知道 不一定是真主黨的會出 會對我們出現問題 孤狼式的攻擊啊 你看那個法國巴黎 產生那些問題啊 都是跟宗教有關係啦 那些問題哪一都是孤狼式啊 他就看到消息 喔 沒人在台灣 好啦 放在心上 哪一天就跟你玩啊 那我們不是很無辜嗎 那你說那個廠商喔 他說他只是授權貼牌 我跟你講 我的智商告訴我還不行 這絕對是說辭 你要賣人家授權貼牌 你不知道他工廠在哪裡 他是沒工廠 你敢授權給他 第一個很令人質疑的 第二個很令人質疑的 他派的代表人 在台灣的代表人 是他自己的員工 你告訴我這什麼道理 你真的不知道那是 以色列特務要來買嗎 你真的不知道嗎 以色列特務在我們台灣 進出好像走廚房了 這從以前到現在為止 前幾天那個誰 那個你查還有 蕭美琴來講 以色列不是國會議員來嗎 還講說我們台語雙方 要加強軍事跟情報的合作 這什麼意思 小美琴講的啊 查Google還有啊 那為什麼說 會被寒冰兄指責 這個國安團隊一團亂 搞不好我們就當事人了 我們只不曉得他會這麼幹而已 我們不曉得哪一團有被摸到邊 到以色列前面 跑出來說 台灣幫我忙 你會暈倒 你會暈倒 對 這個事情明顯的沒那麼單純 那個廠商也沒有那麼單純 為什麼 那個廠商專門做政府生意 專門做軍警生意的 美國所有的軍方警察用的BB Call 都是個廠商生產的 還被美國人要求 不可以在中國大陸生產 所有零組件全部要在台灣 那美國會允許你授權生產嗎 你不要把他騙當騙塞 你騙我就不敢理 不是這樣子嗎 那所以這裡面水很深 台灣現在 這個時間當然不能怪賴清德 因為很明顯這時間 就發生在蔡英文時代的事情 只是蔡英文的事情 賴清德要插屁股 是 所以他還是要想辦法給大家一個 對啊 他當然現在盡在暗卡 所以你講跟我們有關係 就是認知作戰 所以我趕快提醒他 退休心的保住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腹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好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臨文明 臨文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